《多數人的頭痛》 道士人的頭痛是非常普遍的 而以女性來說 特別多是有偏頭痛出現 譬如10個人有偏頭痛 其實6、7個都是屬於女性 只有一、兩個是屬於男性 偏頭痛的特徵是一邊痛之外 其實它可以全頭痛 有一個特點就是通常痛的時候 是感覺到血管會發發發的痛 痛得的程度是比較嚴重的 很多時候會有些作噩作悶 或者是看東西視覺有些模糊閃光 它們很多時候在驚奇的前後 是特別容易有偏頭痛的 普遍來說 如果每個月痛的次數是超過4次以上 而是屬於中等或以上的頭痛 我們建議就需要找醫生的指引 以及制定一個治療方案 原因就是如果頭痛不處理好 它有機會是越痛越密 或者越痛越厲害 那會變成一種轉化性的偏頭痛 就可以差不多一天都會痛 即無論你吃不吃止痛藥 它整處都會痛 大概有10至15%偏頭痛的病人 家人都會有一個或以上的人 有偏頭痛的 嚴重的個案 它簡直是完全吃不到東西的 它是需要入醫院 進行治療 補充一些鹽分、水分和養料的 另外日常生活方面 它們有一些食物 包括吃了一些朱古力、芝士、味精 都有機會觸發偏頭痛的 其實這個和食物的關係 我們個中的關係 都不是十分之了解的 只不過很多的病人 都有說他們和這些食物 是有關聯的 我們有些研究顯示 如果食物裡面有這個 組織胺 或者有這個咖啡因 如果你攝取量過多的話 都會有機會影響到 那個三叉神經系統 繼而就會引發到偏頭痛 我們現在了解的偏頭痛 主要是和三叉神經系統有關 三叉神經受刺激之後 影響到腦裡面的血管 出現一個收縮 然後擴張的狀態 當血管膨脹的時候 就會出現偏頭痛 一些中度的偏頭痛 就要考慮吃一些預防性的頭痛藥 去穩定那個三叉神經和血管的系統 吃得好的話 有機會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就是可能吃了一種或者兩種預防藥 都沒有法子控制到頭痛 這時候就要考慮需要一些新的方法 包括注射的肉毒菌素 有效的時間大概有三至四個月 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開十五至二十個部位去注射 包括前額、太陽穴側邊、後枕、頸的地方 當藥力消失而頭痛又再出現 它可能就需要再進行注射 或者最新的治療 就是會用一些標靶藥物 它主要就是針對一個叫做CGRP的化物質 因為這個物質主要就是令到血管收縮抗脹 令到身體不再釋放這個物質 或者阻截了這個物質 影響血管的話 原則上就會有效地改善了 偏頭痛發作的次數和嚴重性 目前的治療研究顯示 他們可能需要每個月做一次注射 一般連續注射需要六個月或以上 要視乎病人本身的頭痛 嚴重程度有多少 有些如果一直需要的話 可以一直持續轉換 這次回到我們會試試看 得到吃飯 在吃飯 下一個月火星期等 試試看 來講看 我們可以把這個放下 到吃飯 就預先做什麼 太陽 太陽 吃飯 吃飯